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春节已经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液 不过春节大概要影响一个人一年的好心情 可是在近代史上就有正着强人严禁百姓过春节 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太平天国 谁过春节打谁 屁股太平天国定督天经后 确立了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政策 不仅焚毁诸家经典 而且将通行的列法施为妖帝 洪秀全大力推行太平天力 将春节言行禁止 切春联 迎神送神 祭祖等习俗 统统在打击之列 洪秀全怒砸孔碑连环化 心立太平天国的段历史的书生谢介贺 在《金陵鬼甲记事略义书》中 记载了春节当天南京城中的景象 咸丰四年假饮 正月元旦 金陵 城中女馆 这群共襄庆贺 为女官爵拿取 或杖或枷锁 目为妖 台尾间有庆贺 为贼所掘 一桌受账 十贼赢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谢介贺所说的这个春节 实在1854年1月29日 太平天国女官发现 女馆中有人互相祝福 当即把他们等同于罪犯抓起来 或是以杖刑打屁股 或带上枷锁示众 更掉尾的是 这些过春节的人 被视为妖孽 青年红秀全画像 展开全文神子 在闭寇日记中 记载了家乡浙江同乡县 蒲苑镇发生的事情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862年1月二十一日 农历小年 镇有送到者被长毛拉取 为仍用雕朝礼 除西叶 太平军进入千家万户 查进祭祖行为 有按沈玉克茂财家方祭祖 贼路 拉其凶某欲杀之 有某姓者入阙 遭其垂辱 后有毒匪与贼善者 宋阳六元 乃是之 因为祭祖 差点被杀 可见太平军对春节习俗必 欲从根底上加以消灭 洪秀全在严禁春节的同时 鼓励民众过天丽新年 据谢介贺在咸丰四年所见 太平军过天丽新年的情景 是这样的 天大雪 为名颂赞美声震天地 贼亦非赐相庆贺 见面不贵不依 但约高声而已 天丽新年的主要内容 就是唱赞美诗歌颂天父天兄的功德 但是 这种形式对广大百姓而言 无疑是陌生的 难以接受的 蒋介石政府 打倒正月初一1928年11月 蒋介石领衔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实行废除就立普用国立案 和普用国立办法八条 这两个方案的要旨 就是废除农历 实行凉历 严令各机关 各学校 各团体 除国立规定者外 对于就立节令 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此举又是向几千年的文化习俗发起挑战 一场针对春节的围剿就此展开 1929年春节前夕 湖南国民日报出版 打倒正月初一专号 用 一组漫画和文字 将春节贬得一文不值 不仅打倒 还要踏上几脚 打倒正月初一专号上的漫画 同时 还有报纸撰文 声称 如发现有贩卖门神指花的 便赏他一个私之大吉 如果有完龙灯狮子的 便请他尝尝铁窗封位 至于喊拜年 喊恭喜发财的 我们急目他违反动口号 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硕的反动派 能把拜年推到反动的层面 真是上纲上线 各地警察也没闲着 深入街巷 捣毁贡品 抓捕售卖就利的小贩 抢破新业的商店 开门营业 赶走五龙五师的民间团体不能过春节 民众当然是牢骚满腹 1934年2月13日 正是农历除夕 学生们照常尚课 清华大学学生纪献林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 我还有一脑的封建观念 对于过年 我始终拥固 尤其是就历年 因为这使我回忆到 童年时 美丽有示意的过年的生活 对于过年 她 显然是很怀念的 民国初年春节期间迎神活动 1934年春节这一天 学生期看学校生活 登载了一段顺头流 今天是费力的 The New Year's Day 在家耍子多Happy 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 想起来 真是多么的Sorry 全国人民怨声载道 舆论反对禁令的声浪起伏不断 每年家家户户都偷偷的过春节 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 尽过春节的合理性 最终承认 对于就历年观 除公务机关 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36年起 民众又可以大大方方的过自己的春节了 近代史上 两次试图扼杀春节的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洪秀全 蒋介石 这样自以为可以改天换地的政治强人 到底熬不过文化传统 返回搜狱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